首批F16战机抵达乌克兰 沃夫·昌斯克乌军即将合围 乌军巨型航弹将俄指挥所炸成深坑 俄军乌东战术发生变化 泽连斯基与希尔斯基尽密合作应对 乌克兰无人机首次击落和米8攻击直升机 俄罗斯最大军用控制系统和电子设备生产厂被炸 俄罗斯央行长宣布已耗尽储备 聚焦战场动态 偷袭地缘争端 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 我是远山 今天是2024年8月1日 俄乌战争进入第890天 先来看前线战况 在战斗最激烈的哈尔科夫以北的沃夫昌斯克 战争研究所发布了最新的地理图片 以下红色区域将很快被蓝色大坝切断 当这个口子合拢时 该区域所有俄军都将被包饺着 目前已确定 大量俄军已进入骨料场建立起制高点阵地 周边地区则被物军控制 乌克兰军队昨日对西南方向的斯卡里查村 发动了四次攻击 并动用了鲍尔坦克 攻坚灭俄军134日 乌克兰军队正沿着沃夫昌斯克中部的索伯纳大街 东北方向斯涅伯瓦大街向前推进 双方以巷战和接战的方式 争夺每一米控制区与每一栋防务 机枪怒吼与炮弹爆炸声中 不断有士兵死去 乌克兰42旅的坦克也在配合地面部队推进 由于乌克兰的持续攻击 俄罗斯放弃了他们在该阵南部 也就是沃夫恰和南岸的桥头堡 过去一段时间 乌克兰不断用武林机队连接南部桥头堡的桥梁 进行猛烈攻击 俄罗斯人为了避免机动车辆被摧毁 只能使用一小群步兵将补给背到南岸 但要和医疗物资的补充十分困难 放弃这个桥头堡是迟早的事情 乌东战线 在巴赫木特与阿富提夫卡之间的托列茨克地区 纽约村附近的战斗还在继续 俄军与乌军各战局纽约村一半的地区反复激战 乌军95旅和第41旅的反攻一直为间断 并已夺回了皮肤灯内北部阵地 乌军95旅军官亚历克斯在社交媒体上谈到 托列茨克方向的局势非常紧张 战斗已蔓延到了城市边界 但我们在定据点周围的反击很有效 不少敌人被装进了裹尸袋 只有死去的俄罗斯人才是好俄罗斯人 好嘛 俄乌同属东斯拉夫人都是彪悍的战斗民族 战斗风格相近 作风硬朗 在北约优质武器的加持下 进攻俄军每向前一米都要用人命丈量 乌克兰国防部的战报显示 近26日投入了第125和第128国土防御旅外 第127防御旅 今日也进入了该地区战斗序列 至此 托列茨克战场作战的乌军 已有第241旅 第41旅 第95旅 第125旅 第127旅 和128旅6个战斗群 兵力显著增强 在阿富蒂夫卡的波克罗夫斯克 乌军第110旅的无人机 和炮兵队进行中的俄军第506团 589团发起了突然打击 乌克兰军方称 俄军这两个团 是在2024年刚组建的新部队 战场防护意识不强 2023年10月至2024年7月30日 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吧 俄罗斯人在阿富蒂夫卡西北的铁路沿线 推进了大约17公里 平均每天58米左右 以这个速度12个月后才能推进到波克罗夫斯克市郊区 而在过去10个月中 俄军共检员30万人 4500辆坦克装甲车 以及3200门火炮 如果以这种消耗速度推进 俄军火炮与坦克会在2025年年底消耗殆尽 战地记者米洛夫斯基表示 俄军如今已开始使用1941年至1945年 二战中使用过的火炮 这些火炮射程很短 物差高达60至170米 他调侃说 乌克兰军队明年用弹弓就可以对付俄罗斯炮兵了 让我们像在阿富蒂夫卡地区 已经坚守了27个月的英勇的 乌军第110独立机械化驴和第47独立机械化驴致敬 你们在最凶惨的敌人面前 没有退缩 打出了气势 打出了声威 在南线赫尔松左岸的扎巴利内地区 乌克兰军队首次使用J-DAM巨型航空炸弹 对这里的俄军指挥所 以及无人机控制中心展开爆轰 图像信息显示 被击中的建筑物转眼就成为一个巨大的深坑 此前 俄军一直使用FAB-1500和FAB-3000航弹猛轰乌军阵地 如今轮到自己了 有消息说 这枚重磅制导炸弹 就是由乌克兰空军的F-16战斗机投掷的 但该说法尚未得到证实 而且多半应是假消息 但至少F-16战斗机已在奥特萨附近 被当地居民首次拍到 华尔街日报倒是发文 称华盛顿已经同意提供现代化空空导弹 和精确制导武器 供乌克兰的F-16战斗机使用 这些武器包括AIM-120主动中巨弹 AIM-9X禁巨弹 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 JDAM-ER制导炸弹 和SDB小直径制导炸弹 但没有提到AGM-158这样的空射巡航导弹 五角大楼官员宣称 尽管美军库存和生产能力有限 但依然会提供足够弹药 满足乌克兰需求 乌克兰首次使用无人机 击落俄军米巴直升机 俄消息人士已经证实了相关损失 7月31日 一架俄军米巴攻击直升机 在顿涅茨克附近坠毁 当地民众拍摄到米巴直升机坠毁后 地面生起了黑烟 而轰炸机频道也证实米巴直升机坠毁 一位著名的俄军事博主报道称 被击落的米巴直升机是被乌克兰无人机 在起飞时击落的 这是乌克兰的又一次创新 不止黑海舰队扛不住无人艇 现在连俄军直升机也扛不住无人机 过去一周内 乌克兰导弹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战机 机场 油库 军工厂等目标 而且袭击每天都在持续 俄罗斯境内 乌克兰无人机远程轰炸了 叶卡杰林堡隶属于Roscomers公司的 NPO自动工厂 导致该工厂爆炸起火 过火面积目前已达1000平方米 该工厂是俄罗斯联邦在控制系统 和电子设备生产领域的最大企业 对俄罗斯军工业非常重要 为俄罗斯军工生产电路板 微晶圆和其他电子元件 包括联盟二号火箭的控制模块 也是在这里制造生产的 莫斯科时报援引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 艾尔维拉纳比乌林纳 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他表示 俄罗斯经济中的所有资源 几乎都已被耗尽 通货膨胀正在上升 劳动力极度匮乏 从储备中增加资金到市场 只会促使通货膨胀加剧 俄罗斯的经济面临停滞和深度衰退 纽约时报7月28号报道称 在过去一周内 俄军在顿捏此刻迅速取得进展 夺下几处村庄 并逐步逼近乌在该地区的主要防御据点之一 伯克罗夫斯克市 据路透社报道 伯克罗夫斯克是一处战前拥有6.1万人口的交通枢纽 贯穿该阵的一条主干岛是通往乌克兰控制的 其他要塞的重要补给线 比如恰索夫亚尔镇和康斯坦丁尼弗卡镇 有军事分析人士指出 较此前在顿捏茨克的缓慢稳定进展相比 俄军近期推进速度正在加快 无防线阵营人员短缺而变得薄弱 而俄军利用乌军防线裂缝的能力有所提高 经常在乌军进行轮换时发起进攻 近几个月来 俄军越来越多的集中精力 寻找力量薄弱组织不力的乌克兰部队 随后向战场投入士兵和装甲车辆以求突破 华盛顿邮报7月27号报道指出 俄军此前于5月对哈尔科夫发动的新一轮攻势 虽然收获有限 但有效转移了乌军资源 一位在前线作战的乌军营长称 俄军首要目标是摧毁乌军 其次是向乌军施压 以获得更多的和谈筹码 俄军目前正沿着三个关键点组成的弧形地带 步步紧逼 包括巴赫木特以西的恰西夫亚尔 工业城市托列茨克 以及奥切列基涅以西的乡村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师赫德认为 俄军近期在顿列茨克的攻势 表明其战术及行动规划发生了变化 俄指挥官从前只是在长时间高伤亡的情况下投入兵力 现在他们正在学习如何同时进行能够相互强化的进攻 并保持对乌军的持续压力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 在夏季高温和人员短缺困境之下 乌军正在前线承受巨大压力 作战的疲惫以及资源的减少成为关键问题 尽管乌克兰通过新的征兵法加强动员 但新应征入伍者尚需接受训练 另有一部分人选择逃避征兵 因此前线急需的增援部队尚未到位 一些乌军指挥官还指出 俄军大幅提高的电子干扰能力 愈发频繁的滑翔炸弹袭击 也令乌军在前线撑压 不过 赫德表示 俄军尚未证明其能够有效进行机械化推进 并夺取大片领土 因此不太可能以武力控制整个顿巴斯 但一场缓慢艰苦消耗性的冲突 对俄罗斯更有利 同样 乌军的指挥与战术水平也有所提高 而这和泽连斯基总统与希尔斯基上将 两人的密切合作是分不开的 去年乌军取得收复赫尔松市的重大胜利后 有些轻敌了 制定了不太契合实际的春季反攻计划 结果令很多人失望了 而希尔斯基与前任不同 对政治不感兴趣 一心领军 他每天都倾覆前线 实地了解战场状况 泽连斯基每天听取希尔斯基的汇报 了解战场动态和战场所需 灵活调整战略和战术 在上千公里的战线上 面对俄军蒙攻能屹立不倒 欲战欲勇 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3月8号 在接受NV采访时表示 就战斗力而言 就军队和武装部队的效率而言 我认为在整个联盟中 几乎没有任何北约部队 可以真正与乌克兰相提并论 他强调 北约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 承认乌克兰军队的这种卓越的能力 他不认为北约军队能做得更出色 这位英国前首相补充说 在杀死俄罗斯军队的能力方面 乌克兰人非常出色 也是最有效率的 约翰逊还强调 现在正在发生的就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只不过与前面两次大战的形势有所不同罢了 为了避免这次大战给人类带来浩劫 北约必须保证一个明确的结果 乌克兰战胜俄罗斯 而北约要做的就是全力支持这支最善战的军队 好的 今天的新冷战情室就到这了 关注我们 聚焦战场动态 投析地缘争端 精彩精彩 新冷战情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